喷墨打印机是如何定位的 喷墨打印机大家都很熟悉 常用的打印分辨率是300dpi 也就是在1英寸的长度里有300个像素点 每个点的距离只有0.08毫米 这么小的间隔打印机是如何测量的 本期视频我们就去研究一下 大家好,我是激电匠 不同种类的打印机定位方法各有不同 现在我们针对这种家用打印机 用实验去研究一下 主控板是如何知道打印纸和打印头 走过了多远的距离 我们先来看一次没有遮挡的打印过程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送纸的滚轮上和打印头的滑轨上 都有透明的塑料片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 这是光杉片 它上面黑线和空白的宽度 决定了打印纸和打印头移动的最小间隔 我很好奇 它给主控板传递了什么信号 还有它的间隔具体能有多小 现在我们就具体测量一下 我给光电传感器的电路板上 加装了三根延长引线 从左到右是D线 B信号 A信号 我们要用湿波器观察送入主控板的信号 逆时针旋转 获取波形 蓝色束线是A信号的下降颜 B信号对应高电频 表示它逆时针转了一格 顺时针旋转 再次获取波形 蓝色束线是A信号的下降颜 B信号对应低电频 表示它顺时针转了一格 这个信号跟旋转编码开关是一样的 在我的前几期节目中 有对旋转编码开关进行解析的讲解 现在我们拆下导轨上的光杉 测量一下光杉的宽度 光杉很小 我们需要放大来测量 0.07毫米 有测量误差 计算得到300dpi的像素间隔是0.084毫米 考虑误差因素 这个光杉的明暗宽度是0.084毫米 符合300dpi的分辨率要求 这种打印机正是通过这种精密的光杉和光电传感器 来精确定位每个像素点在纸上的打印位置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机电匠 我们下期再见